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新警察们 齐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 庆祝成为纽约警局的一份子 纽约市长白斯豪至此时表示 做纽约警察有很多机会能够做个好人 警校毕业生们脸上带着骄傲 但也不失警察的严肃 前来支持的警局局长奥尼尔 对此开了个玩笑 当然他也恭喜毕业生 并表示对他们负以重任 在300位毕业警员中 有39位亚裔警员 其中至少4人来自中国 新唐人记者王玉赫奥利福纽约报道 未经许可呢